大家好 今個禮拜是美國總統大選 市場變化偏向正面 尤其之前提及拜登能夠高票數當選 本港方面一些藍色浪潮的股份 都可以受到逐步炒賞 藍色浪潮之外當然是科技類股份 或者晶片類股份 當然在周末前變數都存在著 所以令到很多股份都是高位獲利的情況 但是當然在手臂面 因為始終今個星期低位差不多升了1700以上 所以現在來說有一個逐步獲利 其實都是合情合理的 再加上美國方面 有機會就算拜登拿足夠票數當選總統的話 其實未來都會有一定的法律訴訟 尤其是特朗普都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所以未來可能一個叫整固格局 在下個星期都有機會展現 接下來的時間 我覺得初步都會在250天線這些位置 接近25,400 正在做一個中續位的整固 如果你說外圍消息 或者是美股開始有個衝高回落的情況 不是除了港股 接下來可能要試回接近25,000點 補回之前的大的上升裂口 而上面來說可能就有接近26,200這些位置 阻力會再次明顯 所以我想下個星期都會留意 大家都會繼續留意 美國方面的總統大選的情況 會不會繼續以拜登領先 其實之前看下的一些科技類股份 尤其是大隻那幾隻 都會持續有個再次破頂的機會 而若果尋找落後的板塊 其實中資金融股份 尤其是保險類股份 都是相對較為落後的 落後在內銀 或者在券商股身上 我想若果中資金融股份來說 其實暫時當然比較中性 現階段其實是追緊時落後 所以都可以考慮 適宜投放在身上 另外還有一些叫醫藥類的板塊 尤其是網上醫療的一些板塊 下個星期也都有不同的相關的新股 來做招股 相信一些叫相關的一些板塊 下個星期都可以 進一步有資金及立的機會 謝謝你